三陰地區的人口數高達23萬 為了讓救災更有效率 三峽清水祖師廟日前向英哥消防分隊 捐贈一輛災情勘察車 希望透過新的設備能夠縮短搶救時間 讓地方民眾的生命安全獲得更大的保障 很開心就是說我們祖師廟 每年其實在地方我們在公益的部分 在我們教育的部分它會發放獎學金 然後對弱勢的部分 它每年都會辦理一些寒冬算暖的活動 所以我們地方在公益這個部分 其實他們每年每年都做了很大的付出 在此也感謝祖師廟在我們三峽地方 那個為我們所做的協助跟努力 新北市府消防局第五救災救護大隊長林永東也表示 第五救護大隊管轄區遼闊 包含樹林 土城 三峽以及英哥 而這一次捐贈的災情勘察車 是運送救災器材的主要車種 可以讓消防隊員在救災時 能夠快速抵達救災現場 很多災發生是不定性的 那第一時間要能夠迅速到達活在現場 那必須要有性能優異的車輛來輔助 那這台車可以提供我們最優質的一些救災效率 也提升我們同仁的一些安全性的一些維護 這一次捐贈的災情勘察車是三峽祖師廟的第七輛捐贈 說明為三峽祖師宮7號 廟方也期盼提升校方的搶救效能 讓更多民眾可以因此受惠 中間新聞林凱鈞三峽報導 謝謝